欢迎继续回来 我们看了约拿丹和伊斯波切 接着我们看米菲波切 米菲波切就是约拿丹的儿子 他有优秀品格 但在圣经里非常低调 或者是圣经很低调地形容他 我们看过这个表 总之就是塑罗的儿子 约拿丹的儿子 米菲波切就是塑罗的孙子 下来 米菲波切就是约拿丹的儿子 我们首先讲塑罗和约拿丹之死 就是菲利士人和以色列人争战 以色列人在菲利士人面前逃跑 在基利波有被杀扑倒 菲利士人紧追塑罗和他的儿子 杀了塑罗的儿子约拿丹 阿比拿达 麦基舒亚 杀罗和约拿丹死亡的消息 就从耶斯列传道的时候 米菲波切当时只有五岁 他的奶妈还扑着他跑 走 因为走得太急 那儿子的儿子就跌到地上 他的脚就跌了 因为这个战乱而跌 他后来居住在约淡河东的罗底巴 因为他自身的跌脚 再加上加小的败落 尚必年轻时候的米菲波切 吃了不少的斧头 之后米菲波切在有约干年之后 也住在罗底巴 在阿美利的儿子 马吉的家里 后来大卫从掃罗以前的家卜 洗巴口中获知这件事 大卫无疑记得 他和约拿丹所纽约的约 在九章那里 大卫恩代米菲波切 所谓约拿丹之约就是《撒无疑记上》 二十章十四到十六节 就是 你要照耶和华基持爱恩代我 不单止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 就是我死了之后 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受敌的时候 你也永不可向我加绝了恩惠 这个就是约拿丹之约 大卫施恩就是在九章那里 大卫就问说 蘇罗加里面还剩不剩下人 我要因为约拿丹的缘故 向他施恩 那蘇罗加的仆人洗巴就对王说 约拿丹有个儿子 他是逼的 于是大卫王打发人去叫他来 将他应得的产业归给他 他亦都和大卫同籍吃饭 决心以忠贞的爱 来代蘇罗加传流下来的人 于是就派人去把米飞波茨接下来 告诉他要以忠贞的爱来代他 并且要将蘇罗的所有田地都归给他 又等他经常和王可以同籍用事 米飞波茨谦卑地回应 博人算什么啊 你竟然灌顾我 这个就像死狗那样的人 大卫就将蘇罗的财产 刺了给米飞波茨之后 还令到西巴和所有住在西巴家里的人 都做了米飞波茨的仆人 自此之后米飞波茨就住在耶路撒冷 经常和王一起吃饭 大卫因为厄沙龙谋朝散位 而逃离耶路撒冷 西巴也带着粮食在路上迎接他 大卫问米飞波茨在哪里 西巴回答说 他留在耶路撒冷 因为他说 今天以色列家要将我父亲的王权交给我 那王就对西巴说 凡米飞波茨所有的 现在都归你了 大卫回去耶路撒冷的时候 米飞波茨出来迎接他 圣经说 自从王出走那天开始 直到王平安回来那天 他都没有收脚 没有收梳 也没有洗衣 大卫问米飞波茨 为什么没有跟他出走 米飞波茨回答他说 博人 用诡计骗了他 事实是多变的 大卫犯罪得刀剑不离自己家座 之后仔压沙龙叛乱 大卫急忙离开耶路撒冷 服侍米飞波茨的洗巴 亦都带着炉和饮得的前来 跟随大卫 并声称米飞波茨 趁这个时候夺取王权 大卫听到这件事之后 就以为米飞波茨便便我心 于是就将原本 刺给米飞波茨的东西 都刺给洗巴 又说 他在我主我王面前 就毁谤你仆人 但我主我王就好像 神的天使一样 意思就是说 王一定会明察秋毫 看出事情的真相 大卫也都显然 看出米飞波茨是无辜的 于是就改变最初所定的命令 就说 你和米飞波茨要平分那块地 米飞波茨回答说 我主我王既然安全地回来 就任凭洗巴可以全部拿去 叛乱平定之后 大卫回到耶路撒冷 米飞波茨就去迎接 这时候才说出洗巴希控的实情 自从王离开到王平平安安回来的日子 没有收脚 没有剃鬚 没有洗衣 当大卫说他和洗巴平分土地的时候 他甚至说王能够平平安安回来 即使所有财务都被洗巴拿去都没什么所谓 所以这个人 这个米飞波茨 就是面对博人的稀控和抵毁 其实他真的没有半点的怨恨 面对大卫的误解 他亦都不急 亦都不粗 一字一句这样的陈寧 他没有以自己的跛脚为藉口 而是用自己特别的方式 来向大卫表达他是真心的 所以整件事来说 我们看得出 首先他固合的是大卫的平安 而不是自己的利益 所以我们看到米飞波茨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亦都是把自己看得很低微 是一个写记的佳毛 大卫后来面对机骗人的时候 我现在说一下 素罗曾经图谋灭尽机骗人 后来机骗人就要求大卫要把素罗的子孙交出来处赦 要交七个人 就要彌補素罗王的罪过 大卫就连率约拿丹的儿子 米飞波茨 因为大卫和约拿丹曾经在耶和华面前发过一世 所以最后就没有交出米飞波茨 大卫年间遇到饥荒有三年 就求问之后得知 因为素罗家杀过机骗人的缘故 所以需要交出素罗的七个子孙 大卫恩爵和约拿丹的盟约就因为爱惜米飞波茨就没有将他交出 因此米飞波茨的性命就得以保存 我们从很多件事看到 米飞波茨虽然身不逢时 经历了很多艰难 但这一切又涂造了他的谦卑 柔和智慧和懂得爱人的品格 而这些品格在主的面前被纪念 被传留在永恒 今天的我们也如同米飞波茨起点都不尽善尽美 此后圣经也再没有提及米飞波茨 不过素罗家通过米飞波茨所生的儿子 米家延续了若干代 即是说米飞波茨有个儿子的名字叫做米家 这里就是撒母记下说到延续了若拿丹的后裔 我们就看到米飞波茨这个人 这个人可以说从撒母意记上至撒母意记下 在王的后裔里面 这个人是最独特的人 米飞波茨应该是一个王位的继承人 但是直到今天他现在变成一个平民 他现在是一个悲惨的人 他是一个很惨的人 但是他是品格 圣经在圣经的记录里面 他占的范围很小 但是所记录到关于米飞波茨这个人的行为 举止反应 都是显出这个人有相当的品格 在我看来就是由撒母意记上至撒母意记下 他是全段历史里面最优秀的人 好了 直到讲到这里为止 之后我们会讲烈亡记的历史 好了 我祝福大家 再见